哇 外線 沒有辦法投進 這場比賽最終 在延長賽OT 是由菲律賓代表隊來拿下了勝利 同時菲律賓隊也拿下了 2024年第43屆的瓊斯杯冠軍 這場非常激烈的比賽 雙方施殺到了延長賽 血戰 雙方都是百分之百的拼到了最後 血戰了一場 中場是由菲律賓在OT延長賽當中 以83比79來擊敗的中華藍隊 關鍵時刻對中華隊來講非常的可惜 發生了一些的錯誤 那麼在延長賽OT當中 菲律賓隊拿下了10分 中華藍隊只有得到6分 大多是來自於劉鎮的罰球 那麼在今年的瓊斯杯 最後一場比賽 當然對中華隊來講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我們也覺得是有點可惜跟不甘心 看到賀博其實賽後他也泛紅了眼眶 他也是非常希望能幫助球隊 幫中華隊拿下本屆瓊斯杯的冠軍 但是真的是相當的可惜啊 那麼中場是由菲律賓隊獲勝了 4分的差距來拿下了本屆 第43屆瓊斯杯冠軍